車來車往的高雄中華路路邊 正在進行排水工程 一名白衣阿伯很好奇 靠在護欄查看 突然阿伯往前傾倒 頭下腳上的摔進施工坑洞裡 站在一旁的民眾嚇了一跳 趕緊跑上前查看 附近店家也搬出梯子 大家統心協力 第一時間把阿伯救起來 意外發生在三十號傍晚五點左右 七十八歲的蔡老先生 無預警摔進坑洞 被救起來時全身濕透了 一臉驚魂未定 回到施工地點擺在中華路車流 較多的地方施工單位 先擺上一排圍籬 外圍再以護欄做第二層防護 底下甚至還擺上了石頭 加強重量 但施工坑洞旁的護欄 施工為理大概距離坑洞約六十公分 上符合設置的方式以及位置 本局將再加強防墜落措施 以及警示標牌 底座為H形剛制 但沒有壓上石頭 穩定度還是明顯不足 主管機關高雄水利局表示 承包商擺設活動式護欄 兩端也有警示標示 完全符合契約內容和規定 但如今傳出意外 已經加蓋了臨時鐵板提升安全 所幸蔡老先生只有手腳和頭部擦錯傷 松衣觀察後沒有大礙 華視新聞秋顯榮王之軒高雄報導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成群 ao constituyente 即然從我屬於 不頂到 請索 是 是